大家好,我是珊瑪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沒用塔羅牌來找東西的小技巧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第一步,我們先想一下 那個要找的東西 它長什麼樣子 最近一次我們使用它的盾孔怎麼樣 讓自己跟那個失誤 可以呈成一個連結 第二步,我們稍微在塔羅牌上面 隨便的任意抽出一張牌出來 我們先在這邊為例我們抽出一張聖杯寺 就以這個聖杯寺 來代表的那個失誤 第三步 稍微設定一下 失誤可能會出現在哪些地方 設定出來,在你的牌面上面 或牌桌上面 第四步,完整的洗牌 我們把剛剛抽到的聖杯寺 把它完整的放到牌裡面去 然後好好的洗牌 第四步 我們開始發牌 然後我們剛剛設定的那個位置的話 一、二、三 那我們就按照順序來讓我們的文件 看一下 什麼時候 這個代表失誤的牌會出現 好 也正在出現了 有事 失誤現在應該會的 第二個設定的位置 好各位夥伴 今天為你們分享的 跑樓台尋覆小技巧 希望在日後 你們在日常生活時中 找尋失誤 也可以拿來用一下囉 我是山姆 晚上再見啦 如果你們的不錯 請幫我按讚、分享、音樂 以及開啟小鈴鐺 掰掰